人生不能追求圆满 作者 福安谷观音格 我认识一个人 什么都好 家庭好 工作好 孩子好 长乡好 算命的说他命中带驻金马车 这个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但在三十多岁时 突然得了大病了 去化疗 在化疗期间 想到了死 吃了一百多颗的安眠药 莫死成 后来彻底醒悟了 感叹人生不能追求太圆满了 踏实的在寺院做义工 佛说这个世界叫做娑婆 就是注定带住缺憾 佛弟子不要追求圆满 什么都想要 这样不好 最好能缺一样东西 这样最好 因为上天 都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 不要刻意的强求圆满 有的人工作好的 婚姻不好 婚姻好的 就天天为钱发愁 每个人都有发愁的事 圆满意味住要结束了 所以夫妻吵架也好 工作坎坷也好 身体生小病也好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世界带住缺憾 唯有缺憾 才是真实 不要想住做什么事情都做到圆满 这是莫有办法的 虚云和尚众星祖庭 盖庙盖了差不多 就走了 人们问 说你怎么都建好才走 虚云说 都做好了 后人做什么呢 留些给后人做 留些给后来人去完成 这个世界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不要想住把世俗的事情全部结束了 才想住安心学佛 任何事情都是忙不完的 任何事情 最后都只有四个字 叫做不了了之 佛度化众生 度不完 也是不了了之 总感觉我都带住一份不安心在学佛 比如说 孝顺 乃至世俗的做人 这一点我总觉得自己要差劲 学佛的 乃至出家的 在世俗看来 未必是个孝顺的人 比如须云和尚 他父母不同意 他却出家了 只能说自古忠孝两难权 或者说 得到一样东西时 也必须失去其他东西 这似乎是天道的规则了 所以 也只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而又失去了什么 这个世界就是缺憾的 一个人不能包揽所有的好处 就好比一个人 不能拥有什么的优点一样 接受对方优点时 也需要接受对方缺点 这才是明智的 就好比你和我 也是一样 有优点和缺点的 带大家 全部接受对方 比较好比较好比较的 对方 接受说 这才是更事 接受对方 好比较好处 咱们 带龙 这才是 感谢观看